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命的水 参考经文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可 我所赐的水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 只永到永生 约翰福音四章十四节 在阿巴拉契亚山道的沙利泉 我坐在一根倒地的树干上休息 在那里 我可以喝到从半山腰流下来的清烈的泉水 经过一下午漫长而炎热的徒步旅行后 水喝起来很可口 耶稣在撒玛利亚的一个城里停下来歇息 想喝口水 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 耶稣向她要水喝 她很惊讶 耶稣会主动和她说话 在那个时代 犹太人通常瞧不起撒玛利亚人 更令她惊讶的是 耶稣说 她能赐给她活水 还说 这水会成为永到永生的泉源 使她永远不可 水是生存所必须的 没有水 任何生物都无法长久存活 但耶稣在这里说的水 并不是物质上的水 她指的是她自己 耶稣是活水 借着圣灵的工作 永生将在所有爱她 和追随她的人心中 像泉水一样涌出 没有水 我们无法生存 没有耶稣的活水 我们灵里就是枯死的 但是耶稣应许赐给我们活水 从我们里面涌出 使我们以及她人 在每日与她同行时 都能得到滋润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 求你用你的圣灵 充满我们的心 好叫我们时时与你同行 每天侍奉你 永生的活水 就从我们里面涌出 阿们 你现在收听的是 普世佳音灵修节目 每日真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